當然它的品種的設計也是因為 品種的設計當初也是因為說這個地區 因為有些品種是初期的時候是抗寒性的 像花蓮二期做的話 第一期其實都是在還滿冷的時候 所以你的那個稻子的品種 就要挑那個早期抗寒性很強的 第二期我們會碰到的是 到收成的時候 你的那個會碰到也接近寒流來的時候了 所以你找的稻子的品種 你第二期也要是接近是 它那個稻穀結穗之後是抗寒性很強的 還有些品種的不同是因為 當地的土壤的那個是比較沙質 還是比較朗土的 因為它的那個蛋鈴角的成分不一樣 那對於那個稻米的品種裡面來講的話 它的吸收成分哪一種會對它比較好也會有差 其實品種還滿重要的我個人認為 你一定要在適合這一塊地 這個米才會又好吃 然後收成又好 並從愛又少 那一般我們在流種的選別的時候 最主要要先挑的是從大 先從那個大大的範圍來看 就假設我有五塊田 看起來的話就是第三塊田最漂亮 它長得最好 蟲害最少 那盡量我就會以這一塊田的來採收 然後我在找的蜘蛛盡量是那種成熟的飽滿的 它分裂很多 然後那個稻稅又結了很多 很飽滿會垂下來的 而且這個稻稅裡面也沒有什麼 沒有說有一些病害的 有些黑粒很多 那個也不好 然後抓起來那個一把抓起來看 大概要有抓起來看的話 大概只能有三到五顆 它一把其實花蓮的不大啦 花蓮的因為結稅不像那個 不像佐水溪那裡 一把大概都是兩百到三百顆 我們這裡大概一百五十顆上下啦 所以說你一抓起來 如果超過五顆以上有青米 最好不要 因為那 就是一株 還是一碎 一碎一株的一把這樣你一抓整個抓 你這樣看都黃色的啦 當它結稅的時候你這樣看喔 這樣看都黃色 你一定要把它抓到很近來看 才會看得很清楚 還有幾顆綠色的在根部的地方 然後林田 因為雖然水稻是河本哥 它的那個雜交率不是很高 但它還是有千分四的那個 會有雜交的機會 所以說如果再配合上這個條件 就會更好 就是說你的林田也是同樣這個品種的 那相對你那個品種的雜交的機會 就會比較少 那當然這都是條件啦 就是你盡量看去找到的那個要留種的 就是以這幾個條件去挑 那不可能 有時候也不可能說四個都符合啊 就盡量 那如果要以機器收割的話呢 就是說第一個 你要請那個採收機器的先幫你的桶子卸乾淨 卸得很乾淨喔 不是前面拉一拉而已喔 連下面那個桶子也要打開喔 那個其實滿花時間的 你跟它不熟它應該不會理你的 這個弄好大概三個小時 然後請它採收的時候走慢一點 那個夾的喔 它那個很像剪刀這樣夾的喔 開慢一點 它走很慢 然後它吸很慢的時候 就那個不會傷到它的胚芽 才不會影響發芽率這樣子 然後收完割之後 再來就一定乾燥嘛 那道種的乾燥呢 一定要降到它的水分 一定要降到13%以下 這個很重要 一定要到13%以下 那有些發芽率比較不好的品種 休眠期比較長的 像台梗16 台梗16 高雄146 還有好幾個 台龍71 75 這種比較 比較發芽率比較不好的 你可能還要再乾燥的 再乾一點 到11度可能會更好 那乾燥完之後一定要儲存嘛 儲存的話 最好是冷藏啦 其實現在你如果說放室外的話 第一個濕度也會馬上再升上來 假設你把它乾到11度 可能慢慢它會到12、13、14 其實再來 從愛就會來那個菇仔 那個會去吃那個胚芽 那它就會影響發芽率 這個是這樣子嘛 今天這個是這樣子 今天如果說我不是機器 機器要耕種育苗的話 我是用傻的 沒關係啊 50%就50%我還是可以產去插 但是你如果是要用育苗箱育苗 然後請插秧機插的 那50%是沒辦法捲起來的 沒辦法捲起來就沒辦法插到 那個插秧盤裡面 就沒辦法插秧了 所以它的那個精準度就要相對的要高很高 發芽率至少都要到96 96其實都很爛了啦 那個插 缺柱率都蠻高的 大概98左右 會比較好一點這樣子 所以說冷藏呢 溫度也蠻重要的 也不能太乾喔 太乾如果它同列的太厲害的話 到時候胚芽也會斷掉 大概差不多14度到15度左右 一般會設 像我習慣是設14度 或者是14.5讓它上下一度 因為它會有誤差 那個冰箱會有個誤差值 然後濕度的話 這個我個人是設65度啦 也有人是說60度比較好 60度比較好 那大概這樣都可以啦 其實這個作物在這個環境下 不太會發美不太會發芽 然後古種 當你這個古種的儲存 好了之後 不好意思 我其實就不只是采種啦 我連後端的那個育苗 也稍微把它講一下好了 因為其實水稻的那個 就是那麼簡單啦 說簡單也很簡單 就是很工業化 你那個要留種 就當然那幾個條件去看 然後你的儲存大概就是這樣子 因為是工業化的 該冰就冰 該怎麼乾燥就怎麼乾燥 該怎麼採收就怎麼採收 那為什麼會講到要育苗的這一塊呢 是說其實這我深受其害啊 我種水稻 大概種了一年半嘛 對於那個育苗這一塊 一直沒辦法完全的突破 包括到今年出了三月底 還去三肢實習 還去看人家育的苗啊 然後怎麼育啊 怎麼擦秧啊 因為這一塊以後我們幾個 在花蓮北部花蓮的有機的 所以育苗要自己做 我們一定會做啦 只是怎麼慢慢踏上那一步這樣子 那如果有更多志同道合 可以一起來做的話 就會比較不會那麼辛苦 也不會那麼浪費資源啦 那所以就育苗這一塊 我想也順便帶一下這樣子 當你股種準備好了之後 準備好育苗之前 第一個你要有脫芒作業 所謂脫芒 其實我們現在的米 因為都是梗米 然後品種改良了 那個以前我們都經常說 那個稻子會很癢 稻子你去摸啊 然後去曬骨玩了一下子之後 我那好癢 我小時候常去玩 好癢 現在不太會癢 其實它會癢是因為那個刺 那個芒的地方 那個刺 我上次好像在加拉拉看那個路道 我就還有 那好長喔 它那個路道的芒 差不多跟稻子一樣長 好長 那其實它那個芒呢 那個刺是在保護那個 保護那個種子的 那就比較不會被蟲侵蝕 蟲就比較不會進來 人去摸也會痛 也不想摸 也比較不會破壞到它 另外一點就是它其實是也會 另外一個效果是在抑制發芽的 它那個芒是在抑制不要讓它發芽 那個芒的下面那個效素 是抑制發芽的 不會說隨便一下子 濕度稍微濕一點 它現在就發芽了 所以說在我們要 疫苗之前的第一個動作 如果有那個刺的 要脫芒 要把它先做過 但現在還好啦 現在可能你就如果從冰箱 拉出來之後 就把它曬個一天吧 曬個一天 除了把那個芒打一打打一打之後 另外一點就是把它的濕度再減少 來強迫它那個 強迫它Way up起來 不要再睡覺了 然後你在育苗的那個發芽率 就會到98以上這樣子 那古種的選取 如果是冠型的是不會做這兩件事啦 其實它就是直接進種了 然後那就反正全部都下去了這樣子 但因為我們是有機苗的話 因為我們是有機苗的話 基本上我們本來就要選比較強壯的 可以去對抗一些病害蟲害的 這樣的苗來種才會比較合適 其實書阿爾在講的就是說 那個你的種植的時候 苗 苗狀就占7分 你那個苗如果一開始你的苗就是好的 你種出來的成果大概的7 有7成的效果在你苗期就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這一點如果在有機 我是覺得蠻重要的 那你可能用鹽水選 如果一般的梗米就用1.13的比重 糯米因為它比較輕一點 你用1.1 把那些比較不符合資格的挑起來 挑起來自己吃 那可以的就拿去種這樣子 那如果再簡單一點 你就用蜂鼓器去選 把一些比較輕的打出去 留下一些比較好的種子 其實種子保存 種子留種不外物就這幾點 就是你想辦法要找到 相對熟透的種子 然後相對是比較強壯的種子 然後用一個比較合適的方式把它儲存起來 再用一個比較合適的方式把它育苗種出來 那大原則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溫湯處理 這個是我拿去東風產銷班 因為他們有一台這個溫湯處理機 一台好像100多萬啦 零零中你加一加可能要130、140 那它其實這個作用其實就是 它有幾個怎麼跑怎麼跑 其實很簡單 其實它就是鼓種進去之後 先過熱水 大概70度 因為它跑得很快 如果是傳統的 傳統的是浸泡在50度到60度半個小時 它是大概70度 但它過去大概10秒 從那裡到那裡大概10秒 然後就馬上沖冷水 然後再下來 所以不會怎樣這樣子 這龍海場發明的啦 看起來效果也不錯 再來這個也是溫湯處理後出水 這個就是冷水 那個在流水的那裡 就是冷水趕快把它沖了 那用溫湯處理還有個好處就是 經過溫湯之後也有把它叫醒的 休眠覺醒的那個效果 發芽率也會比較高 然後你溫湯之後 除了消毒之外 之後呢 就是禁腫跟摧牙 那摧牙如果一般灌醒的還是用藥 用藥然後悶著很快就摧牙 但因為它用藥之後 那個很臭又有病菌 然後它再用藥把那個病菌再殺死 反正就藥上加藥 那就更臭 那我們一般呢 一般的禁腫催牙為了不用藥呢 很簡單其實就是 每天給它換水 你在禁的時候每天給它換水 它那個抑制發霉的酵素 就會一次一次的讓你沖掉 沖完了之後大概幾天 它就會通通發芽了這樣子 那樣子 那樣子